第133届广交会第三期 5月1日在广州拉开帷幕 来自纺织服装 办公文具 香包 食品 医药及医疗保健等行业的 1.04万家参展企业带来拳头产品 记者寻管获悉 第三期的新品首发活动精彩亮点多 举行新疆棉纺织品专场推介和多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 参展企业推出在研发 设计 制造 服务等多个价值链环节的全新产品 浙江中大新时代纺织品有限公司时尚女装部总监陈铁明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其公司已经脱离以低价取胜的时代 更多的是靠产品的质量和设计取胜 未来将加强自身设计和开发能力 进一步整合供应链 这一次广交会我们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 我们有比较强大的设计师团队 还有我们这个开发能力 我们有板房 还有我们自己的那个研发车间 这个我们都做得比较好 以前我们只是给别人做代工 做的都是说我给谁做 但现在就是人家很多品牌就是直接拿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品牌的衣服就直接出口 这是我们我觉得目前我们真的比较优势的地方 如今中国时尚创意产业不断转型升级 许多优质品牌和新兴力量飞速发展 相包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 为走高品质发展之路 万信达科技制品有限公司在产品研发上苦练内功 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主要是在这个创新和成本控制上这两点吧 创新主要还是说在面料的开花 款型的设计 功能性的这些设计 包括我们自己申请的一些专利 这些方面 像这些面料缓水的 然后它这个设计比较简单 但是它的功能比较多 这个功能带比较多 然后这个缓水 包括这拉链都是缓水的 然后还有像其他这些商务款的 它可能会带有一些USB的充电 这一类的 海外采购商热情不断 为满足不同国际市场的需求 有针对性的推出新产品 已成为广交会参展企业的共识 在广州网老及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展位 摆放着英语 泰语等 不同文字版本包装的网老及凉茶 总体来说 我们现在的生意 已经有传统的原来一般的贸易 开始逐渐的像一些海外的一些重点国家 如美国 澳大利亚 东南亚的缅甸 印度尼西亚以及欧洲的意大利 我们开始针对性的 针对这些重要的海外市场 开始做一些本地化的一些市场工作 包括我们会进行一些 本地的一些广告投放 或者是针对当地的一些消费者 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市场促销 记者注意到 在本期广交会上 依旧外商云集 而展位前一幕幕热闹的洽谈场景 一张张互流的名片 也折射出中国企业拥抱国际市场的热情 因为我们 我有这里 我的公司我们买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的客户在美国 英国 因为这里很多东西在一起 我们来这里看看东西 特别特别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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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